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将会极大的帮助你塑造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 这节课我先给你分享第一个练习 提问以前先聆听 好的提问和聆听直接相关 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得聆听的人能提出好问题 但事实上企业中往往有不少人不善于聆听 以自我为中心 没有耐心经常打断别人讲话 凭个人的经验和喜好就马上下结论 造成团队人际关系紧张 影响了团队的工作积极性 先给你举个例子吧 小黄在A公司里负责一个新肥料产品的一个推广 新产品相比其他产品有更好的品质 不过这个新产品价格比同行贵了30% 主要针对的是广大农村市场的一个夫妻老婆店 项目启动了三个月 进展不是很顺利 小黄决定寻求他的上级老梁的帮助 为此他们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小黄说 两种 目前我们新项目推进遇到了障碍 我们业务员拜访了近100个客户 但只有5个客户对我们新产品有兴趣 其他客户觉得我们产品价格太高 老梁一边处理手上的一个具体的工作 一边问小黄 我们的业务员有没有把新产品特色告诉客户呢 小黄解释道 业务员和客户解释了新产品的特点 但是客户还是选择采购竞争对手的产品 因为客户不清楚我们的新产品到底效果怎么样 他们说还没有等小黄把话说完 老梁就打断了小黄 他有些生气的语气对小黄说 关于新产品的特色 我记得产品部给你们团队都培训过两次了 你们怎么还讲不清楚效果呢 今天正好有个客户给我电话 我向他介绍了一个新产品 客户听完以后就立即决定购买了 看来你们团队对新产品的一个特色还不熟悉 算了 下个月我再亲自给你们做一次培训 以上这些对话 如果你是小黄 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明显老梁不是一个好的聆听者 说与听是沟通的两大关键要素 但在实际沟通中 大家都急着说 却很少有人用心听 对下手而言 被听见就是被重视 他满足了自我表达 及与他人沟通联系的一个需要 而一个具备倾听能力的上级 不仅可以更好地理解下手 避免误解和冲突 还可以增强自己的影响和说服力 提升下手的一个工作积极性 那具体的聆听是什么呢 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呢 听得好才能问得好 只有认真听 你才能真正理解对方说了什么 听出对方想说 但还没有说出的话 今天我就分享给你一个经典的工具 聆听的三个层次 帮助你快速学会聆听 你可以在文字版上 看到这样一个聆听三层次的一个图 我结合刚才的案例 先来解释一下 什么是聆听三层次 第一层次是叫内在聆听 你只关注你自己 如果用聚光灯来形容 第一层次的聆听者 聚光灯是在自己身上 第一层次聆听的时候 注意力是不集中的 别人讲述的时候 也是心不在焉 只是聆听对方的某些话 或者信息 而忽略了对方讲述时候 其他的一个重要信息 这个层次的聆听者 会经常打断他人 也会很快下结论和给建议 大部分提问能力弱的人 都停留在聆听的第一层次上 在刚才的案例中 首先 小黄找老梁寻求帮助的时候 他边和小黄对话 边处理手上的工作 注意力并没有集中在小黄的身上 这一个肢体语言 会让小黄感觉到 自己并没有得到关注 其次 老梁也没有耐心 细听小黄遇到的具体的困难是什么 在沟通的时候 随意打断小黄的讲话 只是因为自己通过电话 就卖出了一个新产品 所以他就判断 小黄团队缺乏 对新产品知识的了解 于是老梁就很快 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就是下个月再给小黄的团队 安排一次产品知识的培训 很显然 老梁就是一个在第一层次的一个聆听的聆听者 第二层次聆听是叫聚焦聆听 关注和支持对方 第二层次的聆听者聚光灯 是在对方身上 这个层次的聆听者 关注对方的表述 并能够给出回应 他们不仅用语言 比如 哦 是吗 如果我理解正确 你的意思是 等这样的一个关键词语来回应 也会用眼神和动作和对方交流 让对方充分感受到关心和尊重 你的注意力始终保持在对方的身上 目的是通过聆听和支持 让对方积极穿越到对话中 就刚才的案例而言 第二层次的对话可以是这样 小黄说 两种目前新项目推进遇到了障碍 我们业务员拜访了近100个客户 但只有5个客户 对我们的新产品感兴趣 其他客户觉得我们产品价格太高 正确的做法是 老梁立即放下手边的工作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主动给小黄倒了一杯水 并请小黄坐下来 然后自己再坐下来对小黄说 哦 是吗 听起来 你们需要一些帮助 可以分享一下具体客户是怎么说的吗 小黄解释道 客户更愿意采购竞争对手的产品 因为对方的价格比我们低30% 虽然我们产品的品质更好 但是客户不清楚新产品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 如果我们愿意给他们先试用新产品 或许会考虑购买 老梁并没有马上下结论和给建议 而是边点头边说 我明白了 所以客户的意思是 希望我们能够先提供一些产品给他们试用 对吗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这里 老梁并没有凭个人的一个经验 评判 而是通过聆听 让小黄感受到他对小黄本人的一个关心 并通过提问激发小黄自己对这个提问的一个思考 那聆听的最高层次 第三层次叫全方位聆听 你要听对方真正的一个意图 第三层次的聆听者 聚光灯不仅是在对方身上 还能发现光源以外的一些东西 他们能感受到对方表述时候的一个语调 语气 语速和表达时背后的情绪和感受 他们给了反馈以后 还会认真观察对方的反应 他们不仅能够听对方所表达的 也能觉察到对方的言外之意 从而明白对方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你可以利用3F技巧来进入第三层次的聆听 3F就是听事实fact 听感受feel和聚焦意图focus 我先来说一下什么是倾听事实fact 就是在对方讲述的时候 不要根据自己的想法评判对方 你直倾听原来的客观事实是什么 那老梁可以这样说 我听到了你说你们拜访了100个客户 结果只有5个客户对新产品感兴趣 对吗 老梁就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事实 那倾听的感受叫feel 也就是说在对方讲述的时候 感知对方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情绪 你要用同理心去倾听 那老梁就可以这样来表达感受 我听到你刚才讲话时候啊 语气有些失落 你现在的心情是对新产品的推广比较着急 对吗 那倾听意图呢 就是在对方讲述的时候 你要认真倾听对方真正的意图是什么 比如老梁可以这样来问 你是否也不确定先给客户新产品试用 这个方案呢 你是想让我帮你把把关吗 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此刻的一个真实的想法吗 如果老梁这样问的话呢 小黄就会说 梁总 我认为啊 我可以再问问业务员 到底多少客户是真的认为我们价格高 多少是因为还不知道我们产品的效果 只是随口是我们价格高 那等我清楚以后 如果确实需要新产品的一个试用 我再来找您支持 那通过第三层次的聆听 老梁就可以聆听小黄的事实 感受和意图 用提问一步一步引导小黄 自己找出解决方案 现在我来小结一下这节课的要点 这节课主要讲的提出好问题 和聆听技能折叠相关 具备倾听能力 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 避免误解和冲突 改善团队关系 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聆听能力 是通过聆听去关注和支持对方 那最高层次第三层次的聆听 是全方位的聆听 你仔细聆听对方话语中的事实 感受和意图 今天的这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我和你分享的是 欣赏式探寻 聚焦对方的优势 而非挑战他的不足 今天的一个思考和实践提示 结合今天的聆听三层次的一个方法 回忆一下之前你和上级 下级或者平级的同事 以及和家人对话的时候 你的聆听分别是在哪个层次呢 那接下来你打算如何改进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是世界上级的